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粉丝专业 与我们互动聊天 那我们今天节目两个小时 我们在第二个小时 我们排访的是联合报 他们做了一个专题 是有关海洋的 那第一个小时 我们邀请了来宾 就是这一次获得第十五届 台新艺术奖年度大奖的许家为 他已经在我们的现场了 不过我们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来也谈齐柏林 那齐柏林他的遗体 今天早上在这个空军专机 两架的这个再送之下呢 包括他还有其他两位同事 他们降落在松山机场 应该算是空军的松山基地 8点40分 那这是一个最新的讯息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齐柏林他毕生的志愿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关注台湾 爱台湾 那也拍摄台湾 然后呢留下非常多的这个历史的见证 以及他的这个记录作品 那我们因为这次的这个事件呢 很多人在脸书上 很多人在新闻上 也很多人在不同的角落里面 对齐柏林寄予这个高度的敬意 那我们也表达我们节目的哀悼之意 那我认为在追追忆这个齐柏林最完整的一些讯息是来自文茜 陈文茜他在世界周报他整理了历年来 包括专访包括记录齐柏林的相关资讯 尤其呢呃 陈文茜他最后还收到这个齐柏林他的简讯 告知他说他已经完成了日本大陆跟马来西亚跟纽西兰 几个国家有关这个环境的这个议题 那还要重建保重身体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当初齐柏林 为什么投入这样一个空拍的这样一个渊源开始讲起 那呃我到今天啊才知道齐柏林他的身父姓陈 那是台湾工程界的资深前辈 那为什么他姓林啊姓齐呢 原来是呃他的身父 把他过继给台湾呃捷运之父齐宝珍 其实过去跑市府的新闻呃捷运局的新闻 呃当时候齐宝珍就在捷运局局长的这个任内 他是60年代是工程缺的传奇人物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齐柏林他毕生的贵人 大家都有呃这个在呃新闻讯息上得知哦 就是当时候齐柏林他在高工局服务的时候 然后欧静德是他的长官哈 那是他呃要这个呃齐柏林去负责相关的空拍的任务啊 那他甚至鼓励他说20年后你将会成为全国知名的空照专家 那我有一位朋友是跟他有相当的深交的哦 他说一般人都认为说呃齐柏林的看见台湾纪录片是由八八风灾的时候 就我们知道是2009年8月8号发生的那一场这个我们呃震惊台湾的一个呃天然灾害 那甚至导致这个人祸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是他呃看见这个大地破碎就所谓的国在山河破的这样的一个动念 所以他才展开看见台湾的纪录片的拍摄那我这位朋友说事实不然 他早在台湾历经99年的921大地震的时候他就有动心情念 可是因为他是公务员哦所以当时候他面临两难呃在这个呃回避这个利益冲突的情况之下呢 他那时候动心情念那也就是后来呢我们就看到齐柏林展开了他的一个直致哈 那呃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他拍摄了非常多的台湾场景哦 我们等一下呃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有关环保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跟他呃这个一位这个教授黄焕章呃他有悼念齐柏林相关针对这个环保案件 他们本来要合作的那后来呃失之交配哦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等一下有大半的议题主题都会放在齐柏林与他努力过的这个环保案件哈 那当然就是说在这几年其实呃看到这个陈文倩他追忆的这个齐柏林哦 其实让大家最为呃感动的一段就是呃其实就是那时候这个呃 马彼得校长他带领原住民的孩子在玉山顶上挥国旗的那一面 其实当时候空中气流非常危险飞行员告诉他可能没有办法靠近 但是齐柏林说不我们要尽力这些孩子费尽千辛万苦才爬到山顶 而且气温接近零度孩子都冻僵了呃既然答应他们要拍摄这个拍手歌绝对不能让他失望呃尤其是在那个现场他发现每个孩子除了唱歌之外手里挥动了国旗 所以在白茫茫的山顶一片红的一片蓝的这时候他是热泪盈眶哈 那当然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段故事其实大家追忆甚多 那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他在这个后来辞去他公务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哈 那其实离他这个退休只差了两年大概有几百万的这个退休金他就这样子放弃了哈 所以呃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台湾看见台湾的这样一个大工程就随着他呃一步一脚印 在空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把它记录下来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很多人发想说 哎为什么齐柏林祈祷他不用无人机呢 那我这辈朋友也说呃事实上呃他花了大概上千万的这样一个经费 也到美国去受训了亲自把四五十公斤重的呃相关的拍摄的器材呃无人机的这个相关的所用到的这些装置 他亲自扛回来了那可是呢呃我看了这个呃先前他所留下的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说呃尤其他在看见台湾part two开进记者会的时候有提到 他说两种方式哦的镜头语言是不同的这个画质有所落差 所以追求影像品质这点会过不去可见他非常的这样的一个严谨 我们也看到他在呃开拍摄这个看见台湾这个part one的时候 他的经费是拮据的呃我们都知道这个艺术家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影像工作者 呃他们往往哦这个 费了非常多的这个功夫哦譬如说他这个齐柏林来讲的话借钱抵押房子甚至拿保单去借钱 那可是呢我这位朋友讲就是说往往一趟这个空拍直升机一上去就是十万块起跳 对这个齐柏林来讲是非常沉重那或许在拍摄那个part two的时候他经费没有像低级的那样的拮据 可是呢呃按照齐柏林讲他其实遇到的困难还是相当多的 其实呃杂杂续续的谈了一下齐柏林呃没有很完整跟完美哦 但是我想这个大家对他的这个追悼以及对他的敬重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呃我们就呃初步谈到这边等一下我们第二个小时还是会来记录这个齐柏林 那呃呃跟各位听众稍微报告一下其实这样一位导演我们怎么可能在节目中不请呢 在这个一月二号我这个亲自主持这个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之后我就三不五时会跟齐柏林齐导演能够联系哦 他每一次告诉我的答案就是说叫我再等等就再等一等那看到他开了这个记者会马上看见台湾part two就要开始了我想说是不是一个契机呢 那我们也呃打算呃再加板镜来发他上我们的节目 可是呢没想到这一次却没有等到没有等到哦是相当的遗憾的好我们今天这个也谈齐柏林就先拉里拉扎呃这个谈论到现在哦那我们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许家伟在我们的现场嘉伟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伟不好意思哦占用你的一些时间哦 很不会对呃这次你得到大奖我刚刚前面也介绍了哈那你是呃拍摄了一个回末村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呃听众朋友可能乍听之下这回末村的这个名字相当好听嗯可是不晓得你怎么样建立渊源怎么会挑选这样一个主题而回末村的故事又是什么对 这这个计划其实最早大概是从我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跟泰国几位泰国艺术家呢我们有一个展览嗯在曼谷举办是那因为准备这展的过程呢我就认识了很多泰国艺术家那他们就跟我提到说他们哎为什么泰北的山区呢有很多人都是说中文嗯 其实我一开始我一时也还不知道哎是什么原因那后来我就去查了资料那也开始发现这个蛮有趣的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其实可能大家有点熟悉的就是这个电影《异域》嗯还有这个薄阳写的小说《异域》对那其他就是这个在国共分裂以后呢有一支部队当时在撤退到云南 然后那时候的云南的这个省主席呢就是等于投共了所以这支部队呢只好继续往南撤那他们就撤退到缅甸他们当时刚到缅甸的时候呢因为毕竟他们是这个火力毕竟是比较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是所以当时的缅甸政府呢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办法驱逐这支部队啦所以当时这支部队呢他们在缅甸呢也占了一大块地 那后来是联合国出来调停呢认为这支部队是等于是入侵缅甸所以在各方协调之下他们又继续往南撤撤退到这个太北边境那在太北边境呢当时其实有好几度有就是在谈说他们去跟着这个蒋介石一起撤退到台湾不过因为那时候还在期待有反攻大陆的一天啦所以就就要求说这支部队呢先在那个地方待命就等着有一天 台湾这边从海陆那边可以从陆陆就是进行这个反攻大陆的计划所以这支部队等于就是一直待在那那他们也回不去中国他们也没来过台湾他们也不是泰国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地方这样那为什么他们可以一直待在那地方是因为后来他们跟太皇有一个协议就是太皇呢允许他们待在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交换条件这个交换条件就是在那里的军人呢他们要 帮助泰国政府对抗缅甸共产党等于这支部队变成像泰国政府的佣军所以他们可以允许他们待在这个山区这样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呢然后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啊所以我就开始去联络我的朋友欸有没有人认识那个地方的人那近几年呢有蛮多的这个志工在那里服务过就有一位这个志工呢他就跟我说我可以去住在回末村 那里有一位牧师叫腿烟社牧师我可以去住在他家那就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去拜访回末村对不过又又开启了我一段我原本完全没有理解就是到我进了那个地方我才实际认识的事情就是我到回末村的时候呢我在牧师家我就看到欸怎么他们家这么多小朋友就是二十几位的小朋友那后来一问之下呢才知道说原来这个牧师呢他在那里办了一个 这个孤儿院那我当时去的时候这大概有六十八个小朋友对那这些小朋友为什么会变成孤儿呢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走私毒品或是贩毒被抓了或是被关了这样所以他们变成孤儿的因为这个地方在八零年代的时候呢海洛英的产量是占全世界百分之八十所以这个毒品的这问题非常严重对那另外我也是在回末村然后认识的这个田园 田园社牧师又发现另一段故事这故事就不是抑郁上面描述或是网路上查得到的OK好我们就由许家伟先帮我们做一个前提提要我们一个开场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我们马上来介绍这个今天有故事里面的许家伟以及回末村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有故事我们来说这个许家伟的故事然后 许家伟又跟我们说回末村的故事他刚已经跟我们开场了那我先庶民一下许家伟呢他是艺术家在这一次的这个台新这个艺术奖他得到年度大奖那当时候呢有关回末村的各展在美术馆展出的时候在2016年7月到2016年9月25号这个当时候他的开宗名义是指出许家伟他的录影跟装置建构起 关于亚洲地理历史与文化领域的敏感视觉叙事在密集而复杂的多重文化与历史中这个艺术家揭示了现代人生活是如何被根本转变的那回末村的计划呢按照这个坊间的一个报道 他至少进行了五年左右那家伟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要出产一个作品其实要青年累月要投入相当多的心力时间甚至金钱 其实呃刚刚前面开场谈到这个齐柏林其实某种程度我们因为一个巧合本来就安排你来受访 其实呃某种程度是同一个领域的呃这样一个工作齁 所以家伟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花多少时间 然后你进住那边你刚刚跟我们讲那边有一个孤儿院 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个秦茂村其实那个当地其实元素是相当多元的 嗯对呃 其实我在前往之前呢我就调查了很多跟这个太北有关的资料 不过很多的内容其实你不到那地方你不认真的进到那里面对面 嗯很多东西是你查不到资料 是那特别是回末村因为他的背景很特殊 回末为什么会有回末村呢 因为整个太北山区呢他有很多的村庄都是当时的这些撤退来的老兵 对那这这一整支部队他们当时有分比如说哪一支的哪一支部队哪一支部队 那加上眷属呢他就变形成了一个村庄 那回末村的产生呢其实是在1970年的时候 嗯嗯那个时候呢因为冷战的关系 那还有这个最最初呢是因为这个呃美美军呢跟这个中华民国政府合作 然后还有这些这些呃驻守在这边的老兵呢一起参与了越战 是那当时越战战败后呢这支部队就撤退 嗯撤退到了太北山区 嗯那情报局呢那时候美美国支持中华民国成立的情报局呢也撤退到这个就回末村这个地方 嗯嗯嗯所以现在的回末村呢其实最早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有情报局 那在情报局工作的这些这些人员呢他的眷属然后形成了这个村庄 那我们知道说情报局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机密 嗯那他其实也跟我刚刚谈的这个博洋血的这个抑郁也其实也又经历了20年 是他在同一个这个脉络下国共分裂脉络 但是他经过20年后他又进入到另外一个框架就是这个冷战底下的框架 是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政治问题啊 是那特别是当时这个情报局他们在1975年他们决定要解散 嗯解散的时候呢他们下了一个命令就是把他们的军火呢转移给当时的一个将军昆沙 嗯那这昆沙呢就大家也知道他就是后来的这个在满新典的一个很很应该说他其实主要生产海洛因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听觉得哎这生产海洛因生产毒品 嗯可是当地人其实非常尊敬昆沙 是因为昆沙有个名言他说当年呢英国卖鸦片给中国 今天他要反过来卖这些东西给这些欧美强权 嗯那他是很严格禁止他的子弟兵呢 嗯甚至连抽烟喝酒都不行 是对所以就很纪律严谨了 对对对所以这这当地那除了昆沙以外 其实当地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势力在里面 嗯比如说昆沙有一个从昆沙那边叛逃出来的将军叫杨维刚 嗯他就是驻守在这个回莫村这个地方 那我刚刚讲的还有这个美军的这个情报局的势力 那另外呢就是原本这个国民党正规军的这个老兵的势力 所以当地有几个不同的势力这样子 嗯对那我的整个计划呢我就到了这个回莫村 那到了那个地方才发现这么多这么多复杂的问题 是对那这已经不单纯只国共分裂那个时候的意义这样 已经有后续的延续至少20年以上了 当然你要去取景啊那你要去了解那边的故事 你必须进驻那边所以我们刚刚起了一个源头 就是说夏威你花了多少时间 然后你去看到什么人事实地物啊 比如说你讲的这个国务院接触到这些院童啊 第二个你刚刚提到了那个牧师 嗯他其实身份也很特殊 嗯他曾经秘密担任CIA的情报员 嗯持续有39年之久 对哦那还有就是说呃这个整个情报局 他是呈现出是一个遗址嘛 那还有你的这个整个表现的这个手法 是不是跟我们一并来提到 对嗯我在2012年我刚去的时候呢 我最震撼的第一点就是看到这些小朋友 嗯然后他们为什么会变成孤儿 我刚刚有说明过了 对就是这一连串的这个历史时间的这流变呢 但这些小朋友他们等于是你今天看到的这些 就他们的身世他们的状况 是被这一连串的原因所形成的 是那因为我们说这些老兵 其实现在大部分也已经很老了 那说实在其实从当初一流流下来的也已经非常少 嗯但这些小朋友呢 他们其实代表的是未来啊 下一个世代的问题 所以我第一个计划呢 我就想说我想拍摄这些小朋友 嗯不过呢我在后来我仔细想一想 我觉得如果只是单纯把摄影机对着小朋友 嗯我觉得其实有点残酷 嗯就是呃这这有点呃好像强迫他们面对镜头 是所以我后来在我2012年的我拍摄的一个影片 我把这想法转变了 我让这些小朋友呢 他们变成我的工作团队的一部分 怎么变成工作团队 对要花时间建立感情跟信任度 然后呃有点像工作坊的方式 嗯就我教他们怎么使用摄影机 嗯那有人呢负责使用这个录音机 有人负责打光嗯所以在我这个影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呢这些负责打光录音跟啊摄影机的就是这些小朋友 嗯哼那由这些小朋友呢 他们来访问这个田约社牧师他的故事 嗯那影片里面田约社牧师就讲到他担任情报员的过程啊 嗯因为我刚刚有讲过这个地方政治局势其实很复杂 嗯有很多不同的势力 那他从1967年加入情报局一直到1996才退伍 那这过程里面他就描述到有很多不同的势力想要暗杀他 嗯哼对比如说他讲到其中一个故事是当时邓立军呢 去那个地方拜访捐捐钱给他们 嗯哼所以他就拿着钱呢到城里要去存钱 嗯然后回城的时候呢他就买了很多米啊买了买了那个羊铁皮 就是搭房子又有羊铁皮那在路上突然他有个感应 他因为他是牧师所以他说是神给他的感应 他突然觉得不对所以他就没有坐那那台货车 嗯他自己骑了摩托车然后别人帮他开那个车 嗯就在路上呢坐在那车上就被枪杀了 嗯对那他他自己提到这些故事他都都就就我们外人听起来实在是 太像电影情节电影情节对那他本身是牧师他如何进行情报工作呢 那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情报工作像电影情节竟然就这样展开了 嗯嗯对呃因为他的父亲也是这个牧师啊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文革期间啊嗯这些像是信仰啊这些这怀有那时候是是被这个被打压的嗯所以他的母亲呢是是觉得因为共产党的关系让他们没有办法嗯持续他们的信仰甚至有一些被迫害嗯那当他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他就问他母亲说母亲我毕业了我要做什么母亲跟他说 你你他呃应该说他说他想要当牧师母亲说你先不要当牧师嗯你先把我们家里两个敌人除掉 然后他问什么敌人他说第一个是共产党嗯第二个是魔鬼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他才加入情报局是对那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说其实他当牧师就像是拿圣经遮脸一样嗯他也是一个演演示他的身份嗯但其实充满矛盾的嗯就是这个情报 情报员然后这种生活真的对然后跟教会里面嗯你在这个读这个圣经是充满矛盾的那他是灵魂人物是在你整个作品展现里面呈现里面对因为呃他其实在回末村也有点算是大家比较敬重因为精神领袖对因为他是呃这个等于这当时在情报局的时候他就是比较高阶的嗯军官了那所以现在回末村的很多人 都还是他当时的下属哦对所以然后他其实也是做最久的我刚刚说回末村其实情报局好像1975就结束了嗯但是 但是私底下呢其实还是有人持续在做情报工作嗯那像这个牧师就是他到1996才结束他的工作嗯嗯好那那个孤儿院里面的院童你说有68名哈对那呃呃你进驻之后你看到他们过什么生活嗯你是怎么样借建立这样的一个情谊嗯 嗯嗯嗯以至于他们愿意做为你的团队之一嗯然后他们真的拿起相关的这些摄影器材或者说呃做跟你合作计划的时候 真的一下就上手了吗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嗯嗯要是我被赋予这样的任务我可能就是化成成68个小许家围了那个是相当震撼的嗯嗯对我刚到的时候我我其实一一开始我没有没有太多想法但是有一个事情很震撼就是我去看他们吃的东西嗯就我发现他们就是白米 跟那个比如说黄瓜嗯嗯就是加盐煮成的汤这样就是汤黄瓜嗯嗯然后配白米嗯就是这样子就一餐了就那个那个物资匮乏到真的是非常让我意外嗯然后那你去呢你自己呢你你住哪里然后怎么生活呢跟他们打成一片吗我我我去的时候我是住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里面对住在教会里面是对但是看到他们的生活实在是这太震撼了是对 对那我我那时候教他们这些设备啊器材对他们来说这些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他们根本不会有机会看到这些什么摄影机啊这些设备所以他们是觉得很新鲜但是其实我我觉得我能帮他们实在是不多嗯嗯我其实后面还一直有各式各样的计划在寻找一种嗯怎么帮他们的方式但是单就这个拍摄这件事我觉得只顶多就是让他们生活中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产生 嗯就是在他们心里面酝酿这样而且你用这种方式牧师他不会尴尬 再加上那个小朋友你不会那么残忍直接你你的感受的问题他们的感受问题哦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镜头稿我们再继续跟艺术家许家为来谈谈里面还有一个废墟情报局呃其实谈到这边我们如何把他的这个看到的这个故事元素呃揉进他的这个作品里面以至于现在用说的方式给我们听众朋友对 呃把他整个连结在一起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大工程哦那许家为要展现什么我们下段告诉你我们休息一下忙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有故事说的是许家为的故事那由许家为来说回末村的故事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告诉我们回末村 他是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影像哈其实呃如何来定义许家为的作品呢其实呃有人评定说这是一部结合了神话与现实记录与虚构的电影哈我刚问他说是电影 纪录片或者是装置艺术啊如何如何其实呃很交杂啊很交杂也很复杂他如何把这些故事那透过影像那还有虚实之间呃透过他譬如说他用一个木偶来呈现这个有关呃情报局里面的呃这样的一个故事呃当时候画面是回到了一个情报局的遗址 然后舞台前聚集了很多观众那正在观看什么呢一个木偶剧团的表演那这次得奖以后报纸上他们用的一个大幅的这个照片就是一个木偶很大的一张木偶在这个画面上面然后呢呃一部分是有目前驻守在当地的泰国陆军另外一部分的观众则是情报局的老兵 而且这个老兵全部都戴上黑色的面具那来呈现呃自身是在历史洪流中被遗忘的一群无名之人所以家伟我们现在高难度了而且我们是广播节目我们要收给听众听啊刚故事已经见够了你怎么样呈现比如说刚提到这个情报局的遗址你要述说什么故事而且是竟然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对呃就刚刚我提到我第一个作品呢是跟这些雇文院小朋友合作 第二个作品呢我就转了一个方向我就想到那我邀请这些嗯曾经参与情报局的老兵是来进行这个影片的拍摄嗯所以我就回到了这个当时情报局遗址的地方嗯情报局的遗址呢他是介于这个呃等于是回末村的边境了其实他你走路走大概是呃不用太长跟骑摩托车十几分钟你就进缅甸了嗯他完全在边界的地方那当时呢 这情报局的建筑呢已经都拆掉了嗯只剩下一个地基嗯然后因为他在边界所以他目前呢是泰国陆军管理的一个边境的哨战嗯等于是你从泰北进去他这是一个关口这样子那我这个这个拍片的计划呢就是跟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泰国现在的陆军协调 就让我进到这个当当年情报局遗址的地方这难不难呃跟军队对嗯但是有有一点是我找到一个突破点嗯就是透过这个牧师嗯因为当地的泰国人他们称这些就我们说国公分裂之后的这些老兵呢嗯他们叫他们异军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他们是帮泰国政府对抗兵甸对对所以他们其实还蛮尊敬他们的嗯所以透过他们的这个 居中穿穿真影线对就让我进到了这个遗址去拍摄嗯嗯那我刚看到这遗址其实你只看到一个水泥地基了嗯就是建筑已经都不见了但突然有一种想法这个水泥地基上面空空它其实看起来很像一个舞台嗯所以我就就想到了一个这个泰国的一种传统的表演一种木偶戏嗯是从呃一个印度神话罗摩也纳一直发展而来的一种木偶戏嗯 我就邀请了一个木偶戏班呢在这个已经被拆掉的情报局的这个地基上面表演嗯嗯然后我邀请了20位左右的嗯曾经在情报局工作过的老兵回到这个当时他们工作的现场那他们就在现场然后还有这个泰国陆军现在驻守在泰那的泰国陆军一起来看这场这个木偶戏的表演嗯然后我在更远的地方呢用摄影机 记录了这个嗯嗯他们看表演的整个过程嗯嗯对那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表演的内容啊就是这个泰国的木偶戏呢他他们呃他们表演的一个角色叫做哈努曼嗯哈努曼呢在这个神话里面呢是呃在神话里面提到有一个王子他被他的后母啊用一些方法驱逐出他的王国了那他在森林里面待了14年嗯嗯就一直到一直遇到了哈努曼以后呢 哈努曼帮他打败敌人最后回到他的王国复国嗯所以这是一个有关子有点像王子这个复国记但如果我们对比这些这些老兵啊嗯他们其实也还在想着有一天要反攻大陆是但事实上没有如神话这样子有一个像happy ending这样那另外还有一点是哈努曼在神话里面他是一个保护军队的一个象征其实很像孙悟空当年孙悟空 就是依照哈努曼这个角色嗯所写出来的嗯但哈努曼他也是会七十二遍也各种法法术特别是他就是还保护军队比如说这哈努曼曾经把他的嘴巴张开然后让所有的部队躲到他的嘴巴里面嗯所以保护了这支军队嗯或是部队要跨海的时候呢他把他尾巴伸长变成一座桥嗯让部队经过嗯嗯所以我就邀请这个泰国木偶剧团呢在表演这个哈努曼的表演 嗯嗯然后跟这个呃这老兵啊这些历史嗯做一个结合这样子嗯那这这木偶的表演其实还有一点很特殊是他一方面他是表演一方面他也像key down嗯这些偶偶呢平常他们是要祭拜的嗯只有要表演的时候才可以请出来嗯当表演者拿起偶以后呢他们好像key down的状态然后key down要呈现什么是这么几十年来的一个 情绪波折还有他们命运的一个转折吗对因为这这些表演者啊他们他们从小呃他们教他们表演这木偶系的老师呢会跟他们说你们要呃你们如果他会看你的人格特质来决定你能不能表演哈努曼如果你符合呢你一辈子你就只能做这件事你就只能表演哈努曼所以他们的表演方式是是好像跟这木偶好像变成一体的这样 嗯嗯嗯那我就让现场的老兵呢他们看这个表演那另一方面这些老兵他们都带着一个黑色的面具是对这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呃并不想要在镜头前面被看到是哦对嗯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其实就像是没有身份他们没有嗯没有国籍呃好像是被抛弃的对是对好像那对方又不认可的对嗯对而且这种身份问题 非常复杂如果你要从国籍来看他们好像也不是中国也不是泰国也不是台湾你如果要从血缘来看这个地方他们也不是汉人嗯或是他们很多是少数民族比如说瓦族带族各种少数民族在云南跟滇冕这一块嗯嗯所以你很难从我们现在一般人的理解去了解到底你怎么认定他的身份嗯嗯对就是这个很复杂的状况那在这个影片里面 牧师又再一次现身了就是他一方面他在讲这个哈努曼的嗯嗯这种神话故事那另一方面呢他就在讲这个情报局他们的故事嗯里面就提到了我刚刚讲的这个他们从越南撤退之后怎么把武器都转移给昆沙嗯然后还有他们剩下的人留在那个地方的故事是家伟我很关心老兵嗯那些老兵只有你看得到对 很多人可能是少数人才看得到对你是很特殊的那些老兵这么多年他们过什么样的日子嗯嗯其实他们呃目前啊嗯就是其实台湾这边呢有很多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方案就是说让他们有有办法取得这个台湾的国籍嗯嗯可是这都太迟了因为很久了很久了然后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在那边了 他也不可能再跟你来台湾也没有任何意义对对对对那台湾其实还是有之前有一些协助也蛮有成效的啦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教他们发展这个茶种茶的这个产业还有一些农业方面的慢慢的把以前是种因素花的现在换成种茶跟种这个水果这样子对那像当地呢像是满心碟或是美思乐其实发展的 已经好很多了嗯不过像回墨村他的状况比较复杂嗯就我刚提到他当地有他各种不同内部势力啊政治的问题有时候你资源过去也还要再经过一层的分配所以回墨村其实就他就一直比较少拿到一些外界的资源这样子对那不过他们的老兵的下一代就已经是可以去上这些泰国学校的 然后他们也取得泰国身份也可以合法的工作其实基本上变泰国人了对已经慢慢的转好了对但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孤儿院我觉得他们其实问题还是很很还是很严重的对对对对因为他们其实很难取得身份嗯那他们很多人呢是到了16岁以后呢他们就出去打黑工嗯因为他们没有身份嗯比如说他到曼谷或他到市区去打工嗯那打工被警察抓到 以后呢就再送回来送回来以后他又再出去打工又被抓到又再送回来就是这样一直循环的状态是啊你听这个许家为来谈他的这个电影啊我们过得一下哦其实听了非常多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很好听但是他也是一个大时代的一个悲剧嗯一个缩影但是他虽然有这个后20年或是后30年的一个发展但是呢之前的他们那一段不管是身份他们的整个人生是被扭 是很不情愿的对哦好像诗根的兰花这个放在他们身上是差可以形容的不过呃家伟我们等一下来谈谈呃作为一个像你这样身份的人其实你们要完成一个作品时间拖得很长哦我倒想因为齐柏林的发想嗯我想问问你你们的经费嗯你们的这个拍摄的这种辛苦嗯有时候还难度非常高你怎么样去跟泰国的军队打交道这些都是在你们的这个作品端出来 获得大奖之后之之前你们这些东西都是大家看不到的嗯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哈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专访是艺术家许家为年纪轻轻1983年出生哦呃是哈哈哈哈哈哈非常年轻的一个创作者哦他在这一次的这个第十五届台新艺术奖里面 获得了年度大奖哦许家为是以回末村我们刚刚谈论的这个主题那回末村相关的是废墟情报局对好这是同一个作品啊然后获得这样的一个大奖可是呃家为我刚刚也跟听众朋友报告了就是说我们很想探寻嗯像你们这样搞一个东西五年嗯那要投投入非常多的心血嗯也就算了但资金呢对其实每一次的资金呢 就是每一次都不一样都不一样的状况嗯比如说像我刚到回末村的时候那时候完全反正就想办法自己自己筹钱啊自己用自己的自己的钱这样那其其一开始是几万块就解决的事情嗯然后我也在泰国有很多的朋友帮助啊 大家都是没有跟你计较说要拿多少钱的包括准备这些器材啊摄影师啊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一开始可能就靠大家这个自己自己等于奉献一下大家来做嗯那每一次不同的阶段可能有一些因缘忌讳啊像是这个废墟情报局这个影片的拍摄呢因为那时候我在法国驻村就是艺术家驻留那那法国那单位呢就是邀请我呢就是可以 提出一个创作计划他们支持经费这样所以嗯因为法国那单位的关系所以有了经费做这个废墟情报局这件作品其实许家伟是第一位由中华民国文化部赞助到知名的柏林贝塔宁艺术村住村的艺术家好所以您继续讲吧就那一个起点让你接触到这个回末村的这个故事起点但是相对来讲也获得了法国当地所资助的一笔资金然后你又投入回末村 对五十万不多不多但是反正大部分是想办法自己做或是有朋友帮忙就把它做起来是是对呃然后后来总共花了多少的经费呃因为我除了这两个影片以外呢我还有做一些计划是呃我跟老兵合作呢他们我邀请这些老兵呢他们去想象以前情报局长什么样子 嗯试着去回忆嗯然后把这模型做出来嗯他有点像把回忆呢具体化了嗯把物质化嗯那这个计划呢那时候是也是很巧就是2013年那时候我入围一个在上海叫Hugo Boss 艺术大奖嗯那他们资助我经费让我在做这个计划嗯对然后我又做了另外一计划是我邀请建筑师呢去帮这些老兵规划一个情报局博物馆嗯不过这作品只是一个建筑概念嗯对那这个计划呢是刚好有荷兰有一个美术人邀请我去呢搬各展嗯 他们资助我经费做这个作品所以反反倒是你变成国际村里面的议员啦靠其他国家他们某种程度重视到你对对对那其实我自己的创作呢很多人说就尤其我到国外人家说哎你这个东西其实我们都很不了解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但我跟他们说其实就算在台湾很多人也不了解对对对对像我自己还有做另外一个作品呢是在马祖嗯做的就是有关这个铁甲元帅的这种 信仰对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就是铁甲元帅指的是对就是在马祖琴壁村呢那大家都很信奉一个铁甲元帅是铁甲元帅他是一只算青蛙神啊他是1400年前在江西的池塘出生嗯那他第一间庙呢在五一山因为文革的关系呢被拆掉嗯那他的第二间庙就在马祖的归岛上嗯不过又又遇到这个因为国共分裂问题然后蒋介石来拍以后 又把这庙拆了嗯因为这后来那你就盖了碉堡因为他变成前线嗯嗯所以他虽然这个他是一个信仰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信仰背后看到了嗯嗯整个近代的这些政治啊这些历史的转变其实龟山岛也有一点那种味道对对对对对那中间有很多巧合比如我刚刚讲到这个太缅边境他们想要反共大陆嗯走陆路嗯马祖呢就是另外一个端点走海路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嗯这样的连结但嗯嗯后来去进行这些拍摄啊这些联系呢嗯慢慢的挖掘出这些背后的观点那另外还有我们说这个回末村你如果问他你的认同是什么嗯这跟台湾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认同是是是是是那如果我们问马祖人呢马祖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日志时期嗯所以他们如果读这个历史课本他现在描述日志时期嗯 对他们来说好像平行时空一样他们是嗯完全有另一套自己的历史书写方式他们好像跟我们是分割的而且是话外的对对对对在这个某些这个历史进程上面对然后你去他们都讲辅宙话他们也不讲台语哈哈哈哈所以是其实我的创作一直以来呢都围绕着这种比较真的边缘的地方嗯对我也有做过像是这个呃阿美族嗯嗯在戏子有一个第二大部落叫嗯嗯花东新春嗯嗯那你如果 问这些原住民他们的史观是什么嗯又完全不同那我也有在和平岛呢的一个赵船长做过一个有关日志时期殖民时代的故事对对那我觉得台湾就是说这个认同他嗯嗯不断的在变化流变或是应该说每一个人都不同嗯他不会有一种官方版本嗯嗯对那透过这种方式慢慢去描述一个台湾的轮廓嗯嗯对是呃嘉伟你现在还在进行什么计划 我们从过往你的计划里面你刚也讲了我认为你是对某些历史你是沉迷的嗯然后那个会触动你嗯然后你把它转换成你的艺术创作然后这个艺术创作又获得认可嗯所以呃从过去到未来你还想做什么吗嗯嗯其实可以偷偷在这广告一下嗯我现在刚好有一个展览在尊才艺术中心嗯这次展览呢也是一个我比较新的系列的发展嗯是跟这个 日志时期有一个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嗯对对对我看到这个嗯对那这我就是从这个台湾总督府工业研究所的去挖掘啊研究呢嗯从当时的几个主要的不同不同的科学研究项目去发展出不同的作品嗯因为我们知道这科科学啊或是学术研究呢他是一代传一代的嗯当时日志时期的研究者传给他的学生可能一些台大的老师嗯再继续往下传 嗯他跟这个所谓殖民或是政权转移状况很不一样嗯他不是说一个新的政权来打翻前面的嗯重新创造新的嗯它是一代传一代的过程所以我从这个等于有点像是从科学的角度来重新去看这个殖民历史嗯嗯这样一个新的角度嗯那另外最近也在发展另外就是我刚有提到我在和平岛的这个拍这个日志时期嗯嗯那2014年有考古团队在嗯 这个和平岛造船长发现荷兰时期的城堡嗯1642年盖的那我打算接下来有一个计划是从荷兰东一度公司出发嗯嗯来看台湾当时跟全球的关系是其实呃许家伟因为我们看见非常多的历史哦跟他提到的这些角落哦那今天透过我们今天的专访也让大家看见许家伟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就现在这段广告马上进行我们第二个小时节目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